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项目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学术领导者和潜在学术领导者 在大学治理和领导力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加强高等教育机构的治理和学术领导能力 并促进合作机构之间的合作和伙伴关系 该项目包括来自欧洲和中国学术机构的12家合作单位 该项目不仅为大学提供了提高领导者和学者领导能力的机会 还为合作机构在研究、教学和治理能力建设方面的国际合作 创造了机会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和土耳其中东科技大学之间的合作 就是一个优秀的例子 我个人认为大学之间的国际交流非常重要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是培训中国教育系统各级各类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 中东科技大学是土耳其的顶尖学术机构之一 这两家机构都是Lead2项目的积极合作伙伴 两家合作伙伴已启动一项针对学术人员和国际事务专业人员能力提升发展的联合计划 当今高等教育正在发生 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是新学术环境下机构发展的基石 国际合作有助于提高研究教学和学术服务的质量 并进一步促进创新 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所有合作伙伴都能提升 同样的合作伙伴中的合作 我认为合作与学术专门能力提升 与社会的发展 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也很荣幸地和来自很多国家的 欧洲很多国家的专家一起对等地交流 这种务实的项目设计使得每个人受益匪浅 作为Leader项目的合作伙伴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和中东科技大学之间的合作 是展示学术机构如何在适应不断变化的高等教育环境中 加强合作并保持国际活力的杰出范例 项目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 项目执行以来对中欧的合作伙伴 自身的领导力的提升发生很重要的影响 也带动了中欧两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 这些合作与内容的专家 甚至颁导力的发展可能发展 未来的一个新的项目 例如以加速的建立立场 或其他科学中对中文学和中文学院的所有科学 Turk-Turk-China 在研究的关系 Turk-Turk-Turk-China